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何时能够彻底消灭 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COVID-19 而不是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说的中国病毒 Chinese Virus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何时能够成功地研发出来 目前也尚未可知 因此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努力地够好每一天 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说话咳嗽打喷嚏时的飞沫存染 也可以通过与患者的直接接触传播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臥体传播如门把手等 这里请大家了解如下一个事实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患者中 只有大约10%的人可以转化成为重症病人 而且在这些重症病人中 之前大部分都有其他疾病 因此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这里我们有一些应对新冠病毒的一些建议给大家 第一如果您觉得自己和你居住的人一起感染了冠状病毒 那么请务必遵守卫生部门的建议 第一注意饮食健康和饮食的多样性 第三注意心理健康 第四补充维生素D 比如到户外多晒晒太阳和多活动活动 第五多运动和多活动 第六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要记住戴口罩 请洗手 如果你到山上公园花园和操场登户外活动的时候 要记得用消毒液擦手 第七关注时政新闻 但是也不要被媒体新闻所左右 第八保持社会联系 比如可以通过电话网络保持社交距离 当然在保证足够的社交距离的前提下 你也可以和少量的人见面 第九不必担心和你亲密的人相处 共同居住 因为那是安全的 最后祝各位多多保重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